好 來看到這個誇張的畫面 有一男子來到東海雙圈的街道這邊 這裡車真的是蠻多的 但他就把這個街道當成籃球場 那麼拿著一顆籃球不停的拍打 那麼甚至還用踢球的方式 那麼整顆籃球就在馬路上亂竄 甚至還造成這個經過的騎士要緊急剎車 有一名男子玩球 造成機車後照進回水制案件 本分局員警到場先行勸導 該名正在路旁玩球之鴻姓男子 告誡切勿再在道路上玩球 而機車後照進回損之真性女騎士表示 暫時不對鴻姓男子提出回損告訴 過程當中真的有一名女騎士 這個後照進遭到回損 雖然女騎士沒有要對這名男子來提出告訴 但是警方告訴這名男子 他的行為已經涉犯了刑法公共危險罪 而且也違反了道路交通處罰條例 那麼現在畫面在網路上流傳 警方也要依法來偵辦 那麼在馬路上玩球踢球 真的相當危險 要打球還是到球場去吧 以上 今天 請問